住了一晚 于红卿要回到梁牧县了 他再三叮嘱于飞 一定要思想上成熟 像王子军这样的女孩 应该多花一些心思 于飞不想再与父亲争执 便敷衍地点头答应了 别看于红卿就这么走了 可他的话却在小姑娘王子军的心里 挤了波澜 小姑娘想 这于飞非但学历高有文化 没想到鲜眼还这么好 肯为一个辍学女孩 吃上两个月的梅豆腐 人品着实难得 因此他在往后的日子里 料意无意地与于飞 有了更多的接触 于飞当然不太清楚 他内心到底想什么 直到啊 他是或许把自己当作了 他的大哥哥那样看待了 因为于飞自己本身也是如此 他对于王子军这样一个小姑娘 除了在心里面感到亲切外 别无其他 一如大哥哥与小妹妹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于飞并非没有起过邪念 一个独处的男人的生理煎熬 有时可以把人折磨得半死 但是不是真的要打王子军的主意呢 于飞当然知道不可以 一来呢 人家还那么小 最多属于情窦初开 根本不懂那男女之事 二来呢 自己并不爱的 如果一旦发生了那种关系 人家非要嫁给自己怎么办呢 自己不是要一辈子为这短暂的感官逾越而付出代价吗 至于父亲一再提醒要思想上成熟 要找机会攀上这个高枝 可自己真有攀高枝的必要吗 自己虽然是非富非贵 但也是一个公务员 一个完全可以通过自身努力 开拓美好未来的年轻公务员 再者说 王子军虽然名为市长侄女 失为市长保姆 他在市长心目中到底占据何种地位 还未可知呢 但不论如何考量 于飞绝不至于冷落了王子军 只要他进了自己家的门 他一定会热情地招待他 和他聊天 这王子军呢 确实也乖巧 待二人逐渐熟悉了以后 他有时候啊 便帮忙做起了 诸如打扫卫生等家务活 甚至还帮他洗衣服 这可以看作是 他有意识地想亲近于飞 但也完全可以认为 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举动 因为对于一个 做惯了家务活的女孩来说 偶尔帮一帮忙 是一件平常的事情 于飞的认识 更多是趋于后者 他认为王子军 原本就是这样一个 讨人喜欢的乖巧的林家妹妹 两人尽管如同兄妹 相处的也还算是融洽 但却并非风平浪静 这不 出了没多久 就出问题了 由于王小辉市长外出招商 要过好几天才回来 这王子军啊 便像是放了假一样 天天到于飞这里帮忙干活 比如做饭脱地啊 洗衣服之类的 可问题啊 就出在洗衣服上了 这天吃过中饭 王子军拿过了于飞 丢在床边的衣服 准备去洗 于飞照例推辞说道 你回去午休吧 还是我自己来吧 王子军反而一笑 并不打话 静自走到了阳台上 洗衣池边了 于飞只得由着他取来 自己则是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但是没过多久 阳台那边竟然传来了 莺莺的哭声 于飞很纳闷啊 以飞是听错了 但仔细一辨认 吓了一跳 这不是王子军在哭吗 于飞赶紧起身 来到了阳台上了 只见王子军对着水池痛哭不已 旁边是摊开的信封 信纸和一张照片 由于都被水打湿了 上面字迹有些模糊 但还是完全可以别人清楚的 于飞顿时就明白了 昨天接到了女友叶香儿 从北京发来的信和照片 自己一时疏忽 放在裤兜里没有取出来 没想到让王子军给看到了 叶香儿在信中 简要地说明了 她在北京的情况 诉说了对于飞的思念 她说为了理想 她放弃了与于飞两年的恋情 到医院打掉了两人爱情的结晶 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 因为她总也忘不了 与于飞在一起的时光 但要想回头又不可能了 她必须沿着既定的目标 奋力前行 信中附了一张她与自己油画新作的合影 于飞轻轻拍了一下王子军的肩 问道 怎么了 子军 你看了就看了呗 哭啥 王子军好半天才回过头了 两眼泪汪汪地说道 你为什么要骗我 于飞吃惊不小 呃 我什么时候骗你了 呃 骗你什么了 王子军又哭了 你还不承认 你和你爸爸合伙骗我 说什么在学校里只顾着学习 从没谈过女朋友 可你不仅谈过 还和人家有过孩子 这 于飞想起父亲上一次来这里时 确实像王子军这样说过 一时语色 但即便如此 他又何必要这么伤心呢 难道 于飞不难想想 这姑娘莫非真的是对自己动了那种男女之情啊 于飞想解释什么 可是王子军却情绪有些失控 一转身就跑开了 他出门后进了自己的房子 任由于飞怎么敲也不给开门 于飞怕楼上楼下听见会有议论 敲了一阵无效后只得返回 坐在沙发上叹着气 自此王子军不再和他说话了 更别说进他屋里啊 帮他赶家屋 让于飞毫不沮丧 总想找个机会跟他好好聊聊 消除他心中的怨恨 但王子军似乎彻底地看穿了他 一见他想和自己说话 便赶紧躲开 根本不予理睬 久而久之 于飞也失去耐心了 心想这次丫头还真他妈的绝情 算了 你他妈的爱理不理 于飞仍旧按部就班地上班 工作 但他万万想不到的是 自己在宣传部理论科也待不下去了 那天部领导找到他 说你有新的工作安排了 于飞以为是什么好事呢 因为游副部长面带微笑地望着他 领导 什么新的安排啊 于飞问道 游长江说道 组组上准备将你调到室舍连去 啊 于飞张大了嘴了 半天没有和尚 他不会不知道室舍连是一个更冷门的去处 而且是事业单位 看来自己又一次被抛弃了 可自己能有什么说的呢 不接受也得接受 一据组织上的安排 足能将一个人压死了 于飞变得更加沉默了 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 他知道自己没犯什么错 因此无法找寻扭转局面的突破口 他变得很迷茫 甚至想一走了之 一想到自己这公务员的身份得来不易 如果就此放弃了 今后说不定会后悔呢 管他呢 反正到哪儿都少不了我的工资吧 无奈之下 于飞只有这样自我安慰了 于飞调离宣传部 只有一个人很难过 那就是理论科爱炒股的吴舍 有一天他到市社连串门 对于飞说的 老弟啊 你走后又把我推入苦海了 这很多材料都堆在我办公桌上 等着我去完成 真他妈的烦死了 于飞只得苦笑 老兄啊 我是很想帮你分忧的呀 可惜部领导看不上我 硬把我发配到这里来了 吴胜也是叹气 二人说着说着便到了中午了 因此相邀 一起去餐馆吃饭 于飞说 你是宣传部唯一怀念我的人了 我请你吃一顿 以时谢意吧 两人都喝了一点酒 也说了不少的话 对于吴胜说的人长人短的话 于飞倒不是很在意 唯一让他感兴趣的是 刘副部长虽然不太欣赏你 但让你到市社连 倒真的不是他的主张 于飞忙问呢 那会是谁啊 我在部里 就真的那么不讨人连吗 吴胜仍摇头说道 不是咱部里的领导 于飞更加糊涂了 还有谁会盯上自己 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干部 吴胜喝了口酒 张红着脸说道 我也只是听说 将你调离宣传部的 好像是王市长的授意 什么 于飞不相信呢 怎么可能啊 汪小慧市长 干嘛要这么做 你到底是听谁说的 吴胜见于飞这么激动 解释着说道 我真的只是听说 不一定准啊 至于听谁说的 你就别问了 好吗 于飞无奈 只得放弃追问了 吃吧 于飞心事重重地往回走了 在楼梯口 陆遇王子军 只见他冷冷地 看了自己一眼 让于飞顿悟了 一切皆因这丫头片子 让于飞疑惑不解的是 自己与他并未有爱情的约定 更没有享受过他的肉体 只是父亲的几句不识之言 难道真的让他欲除之而后快吗 再说了 王小慧堂堂一事之掌 难道就会因为保姆的这点小事 而和自己这样一个小干部过不去吗 实在是没有办法理解 但事实是明白着 吴胜所说的绝非空穴来风 他为什么不说别人呢 偏偏是王市长 而自己偏偏和他的保姆闹得不愉快 由此看来 这保姆在他心中的分量不小 远重于一个远方亲戚的感情 亦或是王市长无比霸道 容不得半点对他的不敬 哪怕是他的家奴 姑且这么撑吧 哪怕是他遇到一点点伤害 也要出头予以报复的 那他也太不人道了吧 于飞越想越气愤 他怎么可以是这样的一个人呢 有几次于飞想敲开王小慧的大门 问问这位市长大人何故如此 但有缺乏足够的勇气 他虽然就住在王市长的对门 但由于平时少有接触 对他的距离仍然遥不可及 而遥不可及的距离自然让他往而却无了 机会总算是来了 市社连准备召开一个较大规模的理论研讨会 向市政府打了一个15万元的报告 但由于王市长公务繁忙 行踪莫定 一时很难找到他的人 于飞见社连主席李广很是着急 便自告奋勇地说帮忙将报告递到王市长的手中 李广知道 于飞住在王市长对门 想想让他承送可能更辩解吧 因此就答应了 于飞的用意当然不只是要递个报告 而是想借此堂而皇之地找市长一次 然后再顺便问问自己的事情 他不甘心就这么稀里糊涂地 被市委宣传部一下子扁到了市首帘 好几天没有等到市长回来 于飞就翻昆了 可见透过门窥一直盯着外面是很累的 让于飞奇怪的是 不仅南密市长的踪迹 就连王子军也似乎有两天没有出现 这就奇怪了 他们这是去哪儿了呀 总算是等来了那有些独特的脚步 尽管脚步声常常误导他 让他急急忙忙地赶到门口 可透过门窥朝外望去 却只是楼上的什么人打着楼梯经过 但于飞宁肯再错过一次 也要朝外望一望 果然呢 这一次没有出错 门外之人正是王小辉市长 他正掏着钥匙在开门呢 于飞就想 难道王子军真的走了 要不王市长只要按门铃就可以了呀 里面立即就会走出来迎着他进门的王子军 或者是这王子军此时睡了 王市长不想吵醒他 因为此时说早不早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 快十点钟了 您请不吝点赞看